再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将会迎来美国的重要节日 感恩节 然而在这个举家团聚的时刻 天宫不作美 东西两岸将面临或是狂风大作 或是暴雪不停 近期 一个强大的外热带气旋袭击了 西北太平洋地区 给该地区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气象灾弹 不仅让几十万家庭面临停电 甚至还险些妙城一场空难 本周二 从成都飞往温哥华的四川 航空航班遭遇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降落 有一位乘客在网上发帖 替我们还原了这次惊险的飞行经历 他表示飞机摇晃严重 数次尝试后才降落成功 有几百位乘客的呕吐声 此起彼伏 这次航班上的好几位乘务员 乘务长都有着十几年的飞行经验 也被整吐了 当然多亏了几位空乘专业处理和安抚 最终落地以后 也是一阵掌声响起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据悉 这趟航班为四川航空的三优 3859 由空客A350-900直飞 从成都飞往温哥华 通常能够承载300至350名乘客 原本11小时的航程 飞行了11小时48分钟才安全降落 据多名乘客反映 该航班在平稳飞行11小时后 临近降落温哥华机场时 遭遇了强烈的气流 导致整架飞机剧烈摇晃 经过数次急速下坠和紧急拉升 飞机最终安全降落 要说这场航班遭遇是有惊无险的话 那西雅图绝对是本次炸弹气旋的最大受害者 并且还是持续伤害 自大周二晚间起炸弹气旋突袭西雅图地区 直接造成了至少两人死亡 70多万家庭断电 时速50至75英里的大风刮倒了该地区的多棵树木 该州交通运输部报告称 由于树木倒塌 导致多条道路封闭 州和地方城市部门表示 多条主要公路被倒下的树木和电线堵塞 据悉截止到小编发稿时的周五 依旧有很多家庭的电力供应仍未恢复 于西雅图同处西海岸的加州 也出现了持续性的大气河流 造成了强风和强降雨天气 气象局发布洪水和风暴报警称 整个地区仍有可能出现危及生命的洪水 泥石流和岩石滑坡 当然加州的这场大雨 也有部分及时雨的成分 据美国干旱监测中心称 北加州大部分地区此前经历异常干旱 这次的降雨其实有助于补充水库和滋润土壤 当然恶劣的天气带来的交通隐患 大家依旧要小心提防 尤其是感恩节临近 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更是要提前做好北岸 除此之外 南北达克达州和明尼苏达州 本季首场大雪入滑 造成不少车祸 气象局说北达州龟山地区降雪可达16英寸 米诺特积雪可达8英寸 蒙大达和内布拉斯加阵风最大每小时60英里 也造成了不少交通问题 说完西海外 咱们把目光转向东边 目前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大部分地区 发布了冬季天气警报 一场强劲的冬季风暴预计将带来降雪大雨和强风 可能影响数百万人的出行计划 尽管感恩节出行高峰将在下周到来 不少人已提前上路或抵达机场 试图避开 假期拥堵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Triple A的预测 今年预计将有创纪录的8000万人 在感恩节期间旅行超过50英里 交通安全管理局TSA也表示 正位可能成为历史上最繁忙的感恩节旅行期做准备 与此同时 州长霍楚昨日发布声明 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和防滑保暖 而纽约市市长则宣布 在干旱预警和高火灾风险下 暂停全市的明火和烟花许可 霍楚说 从周三晚全州开始出现大范围降雨阵风 和高海拔地区降雪 并持续整个周末 这场急需的降雨将有助于缓解持续的野火 和当前的干旱状况 预计中哈德逊 纽约市和州府区域的降雨量将达到2英寸 预计随着该天气系统持续到周五晚上 降雨量还会更多 纽约市已稀的一些地区 可能会出现雨加雪或转为雪的现象 纽约州和宾州较高海拔地区已发布冬季风暴预警 降雪量可能达到8英寸 气温将更低 所以无论这种天气系统会给你所生活的地区带来 大雪小雪还是雨水 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天气变得更冷 感恩节临近在这个洋溢着节日氛围的温馨时刻 希望大家所有的计划都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平安愉快地迎接2024节日记得到来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